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落报》我不讲话 又来了 我是余荣酿 也有郑重辉 畢哥 你好 大家好 经济援助 讲了几次之后 经特首回应了大家 有些事情会调整 我想今次的调整会比较慎重 到现在仍然没有详细的说法 遲些特首也会连接立法会答问 就讲一下自从发表了施政报告 推行成如何 向大家交代一下 他的工作有什么进展 我觉得在这一年 大家在疫情之下很惨 现在未见到阿埋案 仍然社会的苦放是很厉害的 到现在呢 澳门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那个状况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香港 香港有很多限制 澳门就限制比较少 尤其是在一些商业活动那里比较少 那是不是不惨呢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澳门呢 有些人会说 香港有些招数 一出就累死的那些做生意 包括食肆 那我又想到一招 不知道林郑会不会财南 入食肆之前 要他搞健康码 很简单的 但是他会觉得烦 那又会搞死一些食肆的 我也会帮林郑 想一些事情 健康码就反而是软性的 但你一搞 有些人是不是会不入 特别香港人是反叛的 好过硬性 硬性是不准入 即是你限聚令 直接入都不准入 那我想澳门是一个 隐藏着的困难 在哪里呢 就是说 其实澳门现在很多人 是半失业状态 即是这个半失业 它又没有显然在我们的失业内 有些都有了 当然了 开工不足率 这件事就有了 开工不足率 老实说 现在这个数字得回来 是说哪些呢 我相信 是说尤其是特定一些的 是博企 特别跟博企 我想他们开工不足 这条数字都不是那么 我相信 因为政府有些数据 放假 资本身 那些就是 是不是 失业率也都攀升了 我知个问题 在地盘做事 无公开算不算 开工不足 无公开算 一个月开5日或者10日 肯定呢 那便开工不足 其实它等于失业 有什么分别 有些是 但是它不能够报纸失业 它也是一个月有10日 8日公开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很多 这个不是故意隐瞒 是制度 数字和技术性 在社会上 是不是那个苦放 我刚才形容 现在很厉害 很厉害 初初是心理因素 现在导致实质 消费 初初是保守 现在不是保守 现在已经看到 自己的赤字 将会出现 虽然说 现在还未到 要赤字 但是看见 喂 我不知道 多少个月后 或者下个月 我开工不足 但是现在一路 一路 你听见 有些人说 现在我都没什么 怎么出街 买菜自己煮 听到这样的说法 是越来越多的 是不是 还有一个问题 有些人 有些人 我讨论 有些人 赞助了 一万多千 有什么用 当然 有些人 就完全是不自在 很多人是不自在 但是 有很多人 你听过 百尚家的 听过 其实一百斤加一斤 是百分之一 但是那一斤 你就难顶了 等于这样 有个说法 就是最后的稻草 就搞到 塌当为止 这一斤你就难顶了 就是说 其实开支 一个月可能欠 两三千元 那两三千元 就令到他拋头 不排除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在整个 舒缓 失业 或者各方面 政府 能够给到 一些的 现金出来 我说的 现金分享 我不要管它的性质 是否每年 总之 是这段时间 有个真金白银 给到它手上 令到它 百尚加根 可以减除了 不要加 那些根共苦 现在踏入4月1号 我们录影的时候 已经是4月1号的夜晚 那今个月 会有现金分享 希望这个现金分享 令到到手的市民 都能够舒缓今个月 舒缓今个月 应该略为做到的 所以现在看到一个问题 大家是非常接受现金的 他觉得现金的自主性强 所以政府提出之前的计划 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 就跟这个问题有关 我想再说回 上个星期 我们提出 现在不是要上街吵的时候 不是说去拗 有援助还是没有援助 已经说的有援助 是个方法 差一点点 所以我们不建议去靠吵 那结果取消了 这个我高兴 因为我们不是马后怕 不论哪一方面都好 这个叫从善如流 是的 好了 那既然是不游行 那轮到当局了 是不是应该都快点 有个好点的方案 来给大家认为不错的 又舒缓一下压力的呢 我希望当局真的 或者刚才分析一下 我们这个百常加根这个道理 是 我希望多些朋友听一下 我跟辉哥说 又看我们是否说得有道理 因为我们是理性的 是平和的 那也都现在我们有少少预测 希望未来这几天 包括放假也好 有些民生的东西没有放假 例如警察在街上也有轮值 希望这几天 就有关于经济援助的进一步施行的消息 那就最好 我想就都要快脆一点的了 虽然说我们这个月 开始有这个现金分享 但是呢 因为大家都遥守以待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我不贊成 但是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那我只是觉得 就是说这一万元 在这个时间 给大家 是金路 我都说了 一般人 你很大洗 不能说 一般人 今个月可以舒缓 就是有这一万 另外呢 就希望调整一下那个 组牌 讲的经济援助的方法 我就重新讲我们的看法就是 希望呢 那个优惠就不是逐筆的 因为你可能买几颗葱 跟着买两条毛巾 跟着买几个鸭鸭蛋 筆筆都不够五十元 所以我希望以一日计数 每一日它是够五十 或者五十个倍数 就相应 即是五十元就给五张十元的优惠 但是优惠犬 可不可以再想想好些方案 因为那些老人家 有些儿童 他没有手机的 怎么去做呢 当然民间有些人说 不如指本 但是指本似乎反复 那希望政府想好它 我没有特别一个要求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些说法说 可能政府会 给一些啟动的钱给大家 等于去年消费卡 那什么时候给呢 给多少呢 希望日日快点准备 通报 即是我的意见 就是同步 刚才阿宇sir你讲到 即是 不要说多少钱 即是 不要规定每天多少钱 我反而有另外一个想法 我们完全是不用看日子的 是看金额就可以了 即是 即是为什么呢 有人会说 你一天会花些钱 或者拿尽所有 这个 但是我觉得 这个政府已经 已经议出资物 给了市民去舒缓 你当是游戏都不要紧 但不要让大家觉得 是你玩它 即是 觉得他自己在那里有份玩 要记住 我今天不可以花超过多少钱 花了呢 这个就没有优惠 即是我觉得这个很累的 还有一个呢 是跟实际 跟某些人的实际需要 有一点点距离 是的 即是有些人 你50元或者多少钱 喂不要 你不要常常当他小孩 我限制你的小孩 不要这么大小 你一旦洗完就没有了 有些当然会是这样 但是有部份的人 他真的可能会花到 超过这个数字的 有需要 所以这个世界呢 就是人生百态的 很多种不同的状态出现 所以我觉得呢 不要说规定他 一日花多少钱 不如就说用金额 多到多少 甚至乎越小越好 10元开始可以扣 最后又问辉哥探导 时间足够了 你希望大概最迟 由现在我们录这一集 计算 多少天之内 能够有一个好的安排呢 最迟 当然啦 最精仔的答法 不需要答些有精便 是直接表达你的诚意 我希望七日 我说呢 最精仔的做法 越快越好 没有说过了 你可以这么说 你问我的答案 一定有个数字 七日就是数字 我就希望 这1万元的现金分享发了之后 这1万元的现金分享发了之后 这1万元是今个月陆续的 包括转账 这1万元发了之后 就是1个月之后 全部的计划付诸实行 那就要5月了 5月 本来是预备4月的 所以我希望 今天我们录这集 我希望7日内 就能公布到 做法 公布到 做法得来 真的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越快越好 7日之后 最好 当然我说了出来 一定有人不会反驳 但是我都说了 我愿意承担 别人反驳我 这个是没有什么理不理由的 这个是没有理由的 就是说 这个现金分享做了1万元 下个月可以实行了 另外一个计划的行动 不是只有去商量 去大家去检讨 是做了 那就接回这1万元 可能你就花了些 但是下一次我希望 是有个现金卡 或者消费卡 这种的味道 甚至是现金 那加上那个计划 我也希望 当局做开统计 一定要大方点 比如说 最近的银行存款 澳门有多少 派了现金分享 大家存款当然多了些 他就立刻拼了去 就不要怪大家 放在户口 因为储蓄也不行 好像我跟你说的那一集 电力公司 自来水公司 他都希望省电 但是又有个方法 又希望大家多花点 而令他去赚钱 那多花点的那个 就花在一些不浪费的地方 就行了 就是包括 那这件事我特别说 原本人家是 光顾买一些燃油用的器材 但是光顾用电的器材 那又不浪费 他又生意多些 那你那些燃料箱 他又怎样跟你电力去斗 那么角色其谋 只要是公平竞争 我觉得不要紧要的 多谢辉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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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